大家早晨 先提提各位 今天12点钟 就到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投票了 YouTube频道里面有一个Community 社群 社群里面你会看到 我已经准备好了 稍后12点钟给你投票的就是这五个 就是有上一期大家最想我 放进去今期的选项里面的 386宗石化 另外有941宗移动 若鸣生物2269 中银香港2388 和 GX 中国电车 28455只 你投票 如果这五只你都不喜欢就在留言告诉我 第六只 我们会放在下期的选项里面 也讲讲 我每天 理论上都有三段的投资金分析 有开市前 即市 以及收市后 开市前 我会在Patreon 频道给大家 那些收费订户 至于不是订户 就将为4.5% 看第一段 给你沉迷 这段 接着8.5% 会看第二段 是完整的版本来的 至于第三段 就不给了 第三段 就只是给Patreon 频道 的订户 另外 在第一段里面 通常都有两段 简单 两个股票简单分析的 第二段 就是详细的分析的 在ETNET YouTube 频道里面 这两段 的播放时间 将为4.5% 和8.5% 就是第一段 简单两个 至于详细的 就只会冲络的 就放在9.5% 大家留意了 至于星期六 例如我们明天 都会有 投资金分析 尽量 我一年365天 都会有的 除了星期日 因为星期日 是做投资金融教育的 这样的话 例如星期六 星期日 如果有的话 多数没有 星期六 假期 就不会放在 Youtube 频道 包括我的 Youtube 频道 和 ETNET的 Youtube 频道 那 说说昨晚 美股继续 叫做四个字 什么? 惊涂鞋狼 你看看美子 近日的走势 是否大幅波动 很大幅波动 中国 减息在够经济 刺激经济 不要叫够 美国 就很明显地 下个月开始加息 金融市场 都挺混乱的 现在 昨天 就跟前 两三日 调转 是急升 最高升过我印象 中度级市 公年平均指数 应该升到700点 一收时倒跌少少 未跌 未跌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 未跌0.02% 标准普258指数 跌了0.54% 跌幅明显 纳市打争用指数 更加明显1.4% 留意一件事 以标准普258指数 20天年度法历史波幅 应该是 14.361厘 如果跟我们香港的相应比较 500指数 我们比较恒生综合指数 因为500指数 成分股 是22.24 理论上 港股波幅应该是大 美股 但近日 又不是 相对波幅 波动情况 其实港股在 跌市中的低位 是有好优大户支持 趁低卖货 你都见到 情况之下 很多板块 都是数货 在低位 趁低数货 港股的后市 当美股定了 我仍然 认为它会跑赢美股 即是 追落后 这是我的预期 准不准 今天就适逢1月份 期货期权到期一 下星期一 半日市 1月份 场外股票期权到期一 暂时的形势好还是不好 一会和大家分析 初步告诉大家 都不会很好 不过 我又不会预得很淡 波幅比美股 比较小 反复偏稳 或者反复偏远 居多 那我们开始 看 今天要讲的 港股 情况 现在我先开了 开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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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WERPOINT 因为今次多了 开 开漏了 POWERPOINT 现在开给大家 开了 港股的五大指数 真正变动率 昨天 是 全部暴跌 跌幅都不小 2% 普遍都2% 看黄色帝 红酬指数 1.76% 最美 这里是一片 是 全部都是跌的 全部都跌的 成交金额的 比率呢 蓝筹股明显增加的 高过20天平均数 20天平均数 跌市当然不是好事 国企股 未过40% 比率 100% 但都是 高过两个 平均数 科技指数 都是 增加了很多 28% 昨天跌市市中的 沽盘 不容轻视 预视了昨天美股 还有沽额 好淡大会角力的情况 在临到期之前 加权收市位和成交配合分析 恒指期货昨天跌和跌 指数期货 是跌 但是成交不配合 国企期货也是 现货市场成交配合 期货市场就不配合 还有 TWI 国力指标 外幕交易日合计 是-1 和-3 跌市 但成交不配合 国企期货也是 偏利值 哇 跌得很厉害 只剩下650和104 两个指数期货 分别是 加权平均偏离值 是-3.402% 和-2.765% 就代表 低位 我相信 在今天 不要说下星期一 下星期一 只有半日市 在低位仍然有 不错的支持力 但是开市一刻 真的不敢包含 今天奉劝大家 四个字 即是搜索 格外小心 波动市 即是 没什么章法的波动市 你以为 标上来又会掉头 你以为 再插心 又会掉头 升法 昨天行私期货是跌市 国子期货走势 相若都是跌市 科资期货走势 都是跌市 两个月份合计 未平仓入药证数 你看到转仓 很明显的转仓 这是减 加 减 加 减加 也明显的 幅度 加 9.5% 明显增加 行资期货 国资期货 明显减少 反过来 一个明显增加 明显减少 科子期货 明显增加 科技股 国资期货 和恒生指数 正常看 我们分析 跌市之中 明显增加 跌市 代表 昨天 外资 大户 很积极地开新仓 涂离 启示今天 蓝筹股再跌 在 期货 到期日 製造 很大的 沽压 科技股 走势 国企股 显著 减少 昨天 中资 好优大户 很积极地 评构 计数 跌来 国企股 率先见底 机会很大 大家看看 这些可靠性 八成 不可以 一定是这样 500 恒生 组合指数 成分股 资金正主动 卖入最多 阿里巴巴 有9.7亿 腾讯 6.2亿 若名生物 有4亿 8亿 都不少 第四五亿 都是2亿多 分别是中国平安 港交所 另外在跌市之中 也有数货 绩教积极的 建行 京东健康 有帮保险汇汉 和若名康德 升跌 是一只 足够500% 阿里巴巴跌 7.186% 創供12周 新低价 108 但主动买股 比率是不错 57.43 收市位 可惜是低 加级平均价 另外 至于比对 过去五亿交易的 自己看 不说了 通常我们留意 有10%以外的 升跌幅 主动买股比率 有两只 因为到达了65-35 分别是 京东健康 和 若名康德 我们先看看京东健康 京东健康 跌了1.5% 收市位 比加级平均价格 但是 65-35 都显示 65.1.5% 即市 一个重要支持位 希望能守得住 同一个理论 若名康德 105元的即市 重要支持位 收市位 高过 加级平均价 108.6 高过107 秋雄先7 代表 105元的即市 重要支持位 支持力 应该比 刚才说过 京东健康的 65.1.5% 支持力较大 量比全部都不够两倍 增强不算很激烈 我想跟大家再看一只 看多一只 1093 石药集团 昨天是升市 逆市而升 升了0.331% 收市位也高过加级平均价 主动买股比率也要显著配合上升动力 或者8.5元 前边的上升动力 虽然 量比只有1倍 为什么要看这只 我将会和大家 简单分析 1093 石药集团 和 2359 药名 康德 放在我专业中的分析表里面 建设银行表现最好 第二是汇控 第三就是 港交所 港交所将会是第二段投资金分析 重点分析股票 我分析港交所 准备了 最后决定 港交所分析 昨晚想过一段时间 到底分析哪一只呢 最后决定分析港交所 看看 汇控港交所建行 回回刚才的表看 先看港交所 455.4 收市位 都是高的交权平均价 跌了1.3% 主动买高比率 就是 配合 上升动力 支持位 450.6 汇控 汇控 升的 升的 收市位高的交权平均价 很多 主动买高比率 亦配合 53.7 上升动力 另外一只 是 是否有帮 汇控 第3 港交所 第2 是汇控 第1是 建签银行 建签银行 55.9.5收 亦是市 升的 高的交权平均价 收市位 主动买高比率 是 显著配合 5.8.3 之前的上升动力 讲来 看美资其佛 美资其佛 昨天在港股收市之后 然后就急升 升到最高位 全日最高位是 香港时间晚上11点 又是掉头急错 最低的位置 在 4.3之后出现 之后就一路反弹 去到亚洲市场 最高 一开的时候 曾经反弹 上去 435 3.0 最后 又远远回来 这个位置 比香港昨天收市位 16.6米 依然是高的 现在的现价 比香港昨天 港股收市时 依然是高的 所以 我们看现在最新的 是多少 不记得看 最新正在报 4333 4333 最新的 4333 仍然是有 0.475% 升幅 比香港收市 昨天的 4312.50 即是 启示 港股 港股 今早 是高开的 大家可能会对这个有少少保留 因为今天 期货期权到期 也挺乱的 暂时 混乱 暂时 恒生指数下 美值应该23980 升173 我建议大家 先把 即市炒迷 定在这里 看看会不会突破 不过突破之后 无论向上下 都不要乱立即 高追 高追 做好 低追做淡 因为 我说它的市场 可能是很反复的 一开始 15-45分钟 由它 定了方向 找市场平衡点 才是想 即市投机 什么方向 注码就一定是缩小的 如果你一定要在 头15-45分钟入市 注码应该是 再缩小的 那就会稳妥一点 讲完这个之后 我们就看 先 我们看今天 简单分析的 稿表里大家讲两个 1093 石药集团 昨日一开市 无奈就见到高位 9.2 然后 英国一开始见到低位 8.8.5 然后冲上去9.2 然后就 远分下来 大概在8.9 反复横行 最后偏稳 9.08 收市 高的加权 平均价 9.02 2.6 历史波幅 是39厘 恒生指数 现在是21厘 比恒生指数 高 但不够两倍 我们看的就是 图表 图表上面 看到 日线图 升了上去 最近的高位 是 这个是最高位 10.1 10.1是最高位 这是10.06 这是11 最高位 现在回落 回落得很深 昨天最低见过8.8.5 所谓多深 我们从这个位置量起 应该说 这个明显跌落 见过最低位 是 不是这个 应该是 806 804 应该是这个 7.98 老实一点 没错 7.98 所以由7.98 升了上去 10.1 肉眼望 不到非常接近一半 的量度跌幅目标 那大家应该把 下个支持位 应该 0.618倍的量度跌幅目标 看那位置搜不到 搜不到 搜不到就要试 7.98 另外就是最低见过8.8.5 这个位置 8.8 这个是初步支持 最好就是搜到8.8 如果搜不到8.8的关系 支持 下面就是0.618的量度跌幅目标 再搜不到 就看刚才的 升浪起跌 7.98 很清楚 至于 博反弹 行不行 看看讯号 12345 全部都淡了 5个技术分析指标 怎么博 不要博了 因为分钟再 反复跌 不要跌到7.98 不要跌到这个位置 就算跌到保力交通到底部 虽然它正在上移 到重还是跌幅 最重要不是跌幅的问题 最重要是什么 这些人 根本上都 没有讯号支持你的形势 告诉你 现在是淡有控制大局 就算你博反弹上去 就顶着 最大机会博到 低位9.48 还有这些跌浪 这么急 讯号这么差 由10.1跌到下来 现在 8.8.5 或者今天 坐下低一点 淡上去 0.236 起标 顶楼比0.382 继续波率 真的完全是拨不过的 可以和大家说 我亦都和大家看看 一些趋向线 看看情况是怎么样 趋向线 我们可以 OK 这个高位 画的这个高位 接着 大家可以跟画的 拉下来 最低的位 对吧 对 两个高位之下最低的位 跌穿了 上升通道底部跌穿了 昨天是后抽 只能站到上边 要站稳 希望站稳 就慢慢上路转好 不然 再跌下去机会大一点 所以不要跌到这只股票 看看 三个的 附着分析指标 平均线 5天平均线 高于20天平均线 20天平均线高于50天平均线 本来很可惜股价 回到20天流下 希望50天平均线 守得住 附近 昨天的升市 成交比上天 略降 都是不少的 看着昨天的低位支持 昨天的低位 8.5%支持 今天一开始 OBV 就 跟 股价的走势 配合 DMI 你就小心了 这一项 有个可靠的讯号 详细 不说了 详细 看昨天 Hot Talk 1点钟 即经济通YouTube频道里 梁海宁教了大家 DMI 这一项 虽然 我 鼓励大家去看那段影片 我简单说结果 就是 10.1 这个高位 应该是升势 已经告一段落了 至于为什么 自己看 那段的影音分析 在经济通YouTube频道里面 如果你是 我的WhatsApp 会员 VIP会员 我已经将联频的链 在昨晚传给大家 按下就看到了 好 第二只和大家 简单分析的股票 是 2359 若明康德 昨天一开始 见低位 105 然后又像刚才那只 1093 就见高位了 很快 111.1 那一路反复落落落 去到105.5 那些位 收市前 即是 五线末段又反弹了上去 收市部108.6 就是比加权平均价 107.75 先7位高 买家最后 占了上风 历史波幅说 这只比较危险的 买这只71厘 恒生指数的3倍 有多 大家小心点 买卖股票的时候 我们看 看这个的 它是 打入 2359 2359 我昨天就不记得 转圈就不记得改这个 今天就记得了 所以昨天我用文字 大家可以留意到 在影片里面 药明康德 主要的 指标 1 2 3 4 5 对不起 都是全部 你胆 包括昨天刚刚发出了 这个 双红孤孤空讯号 的 MACD 短线来说 完全不支持 进去博反弹 既然完全不支持 就算真的冒险又博反弹 就是博0.236倍量 跌风目标 顶楼是0.382 0.236博不博得过呢 大家想 液水行周 不太好 逆风 逆风就辛苦一些 况且 你见过 前跌幅 跌幅 前跌幅 跌幅0.276 暂时看到这个目标 如果再跌深一点 你的目标就要下移 到时 你的获利空间 就会小了 其实获利空间 不是一定可以获利的幅度 看看 之前这个 几急的跌浪 虽然中间有些反弹 但是最后一旦又跌多些 是见到104.9 104.9 之后就反弹到139.5 昨天就跌到105元 非常接近104.9 会不会穿呢 真的很难说 穿不到就是商底 商底就是看104.9 升到139.5 这段的升幅 就在139.5加上去 那就是良达升幅目标 但是现在穿了就不是了 穿了就会继续跌了 一浪低浪 一浪就继续跌下去 就不会很漂亮 保利加通道底部 是加足下移 有助扯低 拖低 股价 一反弹上去就好像 在水底里 那些叫什么 熟悉的 鬼扛脚 扛下来的 加上保利加通道中族都开始下移 就算再打上 那个 上升的空间 都会 不断地受到限制 因为拼不过 况且 这个阻力 应该 已经是 重要阻力短期 已经下移到这个低位 118.6 又是一只拼不过的股票 在跌市中说 拼不过的股票 非常素兴 应该说拼得过 但是都是这样 不要说买股不买市 市这么差 我教你这么心急 今天特别是期货期权到期 下个星期一有 场外股票期权到期 教你拼 赢钱的机会是小很多 风险大很多 是拼不过的 如果再跌多少呢 我怕一件事 就是由这个的 你自己计 139.5 跌到刚才说的118.6 这个跌幅的1.618倍 由这个反弹高位 128.7 量下去 那就是自己计算 是多少 不出奇的 这个位置 用眼望应该会低 104.9 看看三个 技术分析指标 连续三支 两支 对不起 连续跌三日 两支阴竹 两支阴竹 连续跌三日 已经股价回到5天平均线 20天平均线 和50天平均线下边 就是说 是全面利淡的 形势 是全面利淡 加上昨天再跌下来 成交都不少 不是整固的 就是说 虽然你看到收市 没错 是有 有很长的下影线 好像 垂头利好转向形态 这个垂头利好转向形态 下影线是长一点的 脚步 所以它支持了反弹 今次 知不支持另一个反弹 反弹有多少呢 不知道 看看今天会不会再跌穿 104.9 低位支持 会不会 OBV就告诉我们 会了 因为它率先跌穿了 看到吗 低位在这里 OBV在这里 昨天低位在这里 OBV在这里 OBV就会跌穿 DMI 就由于ADX是低于20 所以我们 没有这个 分析价值 这样 我都不跟你认识 如果你说 有没有下降轨支持 有的 但你看看支持 非常低的 不能参考 不能参考这个支持 如果你说严格来说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画个 近期小小的下降轨 都可以参考一下 跌一跌 再把这条 不太清晰的 青色的线 拉低一点 去最低位 刚刚昨天 对了 刚刚是触碰了 看看能不能参考 今天就再移低一点 好 这段投资影音分析 就讲到这里了 第二段投资影音分析 跟大家分析 港交所388 记得 在12点 去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投票 至于ADNET的YouTube频道 今天星期开始 就没得投票了 因为 我昨天也提了大家 梁慧玲 Kathy 就已经停止了 她的solo分析 以后都不会在 经济通的YouTube频道里面 跟大家分析股票 多谢各位收看